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我是明德 今天也算是个试玩体验 毕竟有些中国作品早晚还是会来台 不论是从日本还是从韩国来 所以闲人士总不吃亏 而这一款如果让你有熟悉感 那也不会是你的错觉 融资国物语 该游戏于3月31号中国正式公厕开服 开发商是地梦社工作室 发行商是天津群艺科技 听起来都很陌生 但追溯到这一切的源头 就会来到子龙游戏 也是一间颇有来头的游戏开发商 而子龙在中国的玩家评价也不算太好 也曾经被TabTab创始人喷一句 充满同错位 总归来说又是被企划扯后腿的公司 但比起人人喊打的藤毅两家 我认为是还有得学 而台湾的传奇网络 也曾经与中国厂商合作 并授权几款游戏IP 像是幻想神域 拉普拉斯的神子 而子龙也有参与开发跟营运的部分 后来IP改编后又在逆输出给台湾上架 而某方面来说 该游戏就跟传奇 曾经与2014年上架的兽龙战绩 相似度可说是非常的高 不过我认为当年的兽龙战绩 某方面来说也是借鉴了 龙之谷以及兽魔猎人 而当我在游玩的时候 也会有满满的传奇感 涌上心头 回到游戏 玩家可选择四种职业 Q版的造型建模 有简单的脸型可选择 配合整体画风也算精致 我认为是不算太差 是有些人会喜欢的风格 游戏主体为MNO加ACT 超度的打击手感还可以 我认为比Motera好 也搭载了懒人福音的自动模式 虽然我觉得设计的很笨 有些属于近距离的技能 在不论怪物远近 他都会原地释放 这到底是什么设计逻辑 另外我也想问问 这部分也要造操吗? 骑橙以及宠物系统 也直接承袭了传奇的精神 其实这根本是传奇授权的吧 剧情方面依旧不冷直视 请放心跳过别浪费时间 游戏的作业感依旧很重 筛给玩家满满的任务菜单 这种老式提高黏着度的设计方式 我个人是蛮不喜欢的 而课金方面 抽卡、除值、月卡等级奖励等 一点也不少 直接引进最现代化的课金模组 另外也有一个我蛮反感的 武器贩售 跟时装与属性挂钩这两件事 通常武器贩售只要有一次 后面就会有更多次 整体来说割槽味浓厚且发臭 就是要尽力榨缸玩家的时间 如果你跟不上的话就请课金 结论 换汤不换药,平分少一半 开服才几天 又被喷了近300多篇的副品 真的该好好检讨 自由夺了人厌 而且跟市面上的幻皮游戏一样 没有太大的区别 讨不了好处 大概率准备凉了 也许在不久将来 就会换个名字 与我们见面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Linder 我们下次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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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